大家好,我是小雨,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,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自新的娱乐资讯,缤纷娱乐,现在开手! 周深的受欢迎程度真是让人刮目相看,众多的影视剧,游戏,歌曲找周深,综艺节目也找周深,各种晚会也找周深,早到两个月时间周深已经发布了11首歌曲了,加盟创四成为其中的发起人,登上多家跨年晚会之后又登上了春晚的舞台,这还没结束哦,之后的云霄晚会还有周深,如果说登上春晚已经是对周深的实力和流量人品与作品的认可,那么登上云霄晚会的话就是对于这种认可的加强了,说明周深在春晚山的表现不仅仅很受观众的欢迎,还很受央视的欢迎, 而春晚与云霄晚会都是属于河家湾的晚会,收看的观众会非常的多,周深能够两个晚会都参加,靠着他的实力应该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歌迷以及粉丝,让周深更受欢迎了,周深能够如此的受欢迎,又可以进一步的促进周深事业的发展,之后的周深可能会越来越忙哦,这让我担心了,周深在云霄直播采访当中立的FLAG能记住吗? FLAG是发专辑,他会在春节结束之后把精力用在了专辑之上争取将专辑发布,可是这段时间周深要参加创色的录制,再加上周深已经是OSD大魔王了,很多影视剧游戏都喜欢找周深录制歌曲,而且随着周深在创色上展现自己的教导能力,很有可能很多音乐综艺也会找他,因此随着周深越来越受欢迎,他要做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多,想要FLAG立得住可能就只有两种方式了,一种是成为时间管理达人, 该机的资源都结,挤出时间录制专辑,虽然录制的时间可能会紧一些,但是以周深参加那么多歌曲的录制经验,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应该也能够录制出让歌迷以及粉丝们满意的作品,当然这种方式对周深的身体要求会比较的高,毕竟本来就很忙,为了专辑还要更忙,一般人可能会受不了,另外一种方式则是取消一些活动综艺以及歌曲的录制,这样就可以有比较充足的时间进行专辑的录制人,而且这样的方式并不会太累,但因为周深工作室才成立不久,正式发展阶段,这样的方式可能 不利于工作室的高速发展,当然不管哪种方式,周深竟然在原乡网上立了flag,相信他应该能够把flag给立住,实际上看到周深如此的忙,还要发专辑是有些不理解的,周深并不是没有歌唱,他的歌迷以及粉丝已经很幸福了,其他歌手可能几年才会有几首新歌可听,而周深几个月就会能够有十多首新歌,歌迷以及粉丝根本就不愁没歌听,在这种情况下周深还那么希望发布专辑,可能周深希望歌迷以及粉丝听到独属于他的歌曲吧,毕竟影视剧,游戏歌曲都是根据影视剧游戏 而创作的,只有专辑才能够根据周深量身定做,专辑里边可能很多周深想要表达的东西,希望周深不用太着急,专辑今年能够发布就行了,毕竟歌迷以及粉丝也是很关心你的身体的 吃瓜不停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,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,请给出您宝贵的赞,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,拜拜